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三个内容来进行学习 第一 钢屋架节点的设计步骤 第二 显感拼接节点 第三 制作节点 钢结构的节点随结构形式的不同而不同 本节仅对普通钢屋架的节点计算方法及构造 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第一 普通钢屋架节点的设计步骤 一 根据复杆节面和内力确定连接焊缝的焊角尺寸和长度 二 根据焊缝的长度和施工的误差 确定节点板的形状和尺寸 三 结合屋架施工图绘制进行 第二 显感拼接节点 屋架显感的拼接 通常有工厂拼接和工地拼接两种 一 工厂拼接 工厂拼接是为了形钢阶长而设的赶件接头 拼接点常设于粒粒较小的节间内 二 工地拼接 工地拼接是由于运输条件限制而设的安装接头 拼接点通常设在屋极节点和下弦跨中节点处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中的上图 就是钢屋架的上弦拼接节点 设在屋极处 再看图中的下图 是下弦拼接节点 一般设置在跨中节点处 显感采用拼接角缸拼接 拼接角缸采用的规格 一般与显感相同 当显感截面改变时 与较小截面显感相同 在施工中 为了使拼接角缸 能贴紧被连接的显感和便于施汗 需要截去拼接角缸的外棱角 并把竖向之切去 Δ等于T加上HF加上5毫米 其中T是拼接角缸之后 HF是脚焊缸焊角尺寸 5毫米是为避开显感脚缸之间的圆角 而考虑的切割余量 拼接时为正确定位和便于施焊 需设置临时性的安装螺栓 第三,支座节点 支座节点由节点板、加进勒、支座底板和卯栓等部分组成 一,加进勒 加进勒的作用是加强底板的刚度 以便较较为均匀地传递支座反力 并提高节点板的侧向刚度 加进勒应设在支座节点的中心处 加进勒高度由节点板尺寸确定 加进勒厚度取与节点板相同 勒板底端应切角 以避免三条互相垂直的角焊缝交于一点 二,卯栓 卯栓欲埋于柱中 其直径一般取20至25毫米 为了便于安装屋架时能够调整位置 底板上的卯栓孔直径 因为卯栓直径的2至2.5倍 屋架安装完毕后 在卯栓上套上电圈 并与底板焊老以固定屋架 电圈的孔径比卯镜直径大1至2毫米 三,支座节点的传立路径 使屋架赶建的内力 通过连接焊缝传给节点板 然后经节点板和加进勒 把力传给底板 最后传给柱子 以上是今天介绍的全部内容 通过本次课学习 同学们要知道 钢屋架节点的设计步骤 显感拼接节点 支作节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